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 1.2的内容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可以观看一下up我的上一期视频 那么经过一晚上的计算 1.2详细的白嫖资源 up我终于是给朋友们算出来了 还是希望大家能看在熬夜爆肝的份上 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给up主补补肝吧 先谢谢大家了 首先是每日委托 版本持续42天,一天60星穷 一共是2520 7月19号当天的版本维护星穷和bug修复星穷 每个300 以及1.3的前瞻直播含有300星穷 新增的望雀之亭 仙舟回忆部分3000星穷 注意啊 这部分星穷指的是不刷新的星穷 就是这个蓝色的望雀之亭 这个基本上大部分人都通关了 不是算的紫色这部分啊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压根就没有算进来 谁能打得过谁自己加一下 模拟宇宙日常 现在大部分玩家都是处在这个12000分的阶段 所以是1170星穷 第七宇宙手通奖励 240星穷 在本次1.2开放的全新区域上面 也有着很多的宝箱在等着我们 以及还有什么成就呀 任务呀 等等等等 这些咱们就不分开一个一个算了 太麻烦 我们都统一算作大世界资源 依然是取下限值 做一个非常保守的计算 1.2大世界星穷 预估在400左右 同行任务 一共两个每个100合计200星穷 角色适用 两个角色每个20 40星穷 接下来还有活动 每个活动500星穷 三个就一共是1500 最后还有游戏外的两个千道星穷 不需要抽奖 只要千道就给 一个是某博 160星穷 另一个是某游社 80星穷 那么明面上的星穷就这么多 累积下来一共是 10210 这还不算完 别忘了 我们还有金票 寻星之礼 千道送十连 8月份的鱼禁商店 5张金票 一共是15张 折合等于2400星穷 再跟上面的 10211合并 1.2的白嫖资源总量 就来到了 12610星穷 如果朋友们还购买了小月卡 那就是一共可以获得 16390星穷 最后我们再简单的 来看一下银票 寄星5张 模拟宇宙6张 8月余禁商店5张 一共16张银票 那么资源就是这么多了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依然还是熟悉的一个小保底 这点星穷到底该怎么花 想必朋友们可能会比较纠结 没有关系 UP主会出手 后续UP我会再给大家 做一期1.2的平民抽卡攻略 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 到底抽哪个角色 才是最赚的 好帮助大家避坑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先关注一下UP主 以防走丢 那么最后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观看 本期内容也是UP我连夜剪出来的 也是非常的辛苦 还是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 一个关注三连呀 就先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Respect 这次一定关注